福建高等检察署金门检察分署 自有办公大楼 3月29号办理启用典礼 活动是由金门高分检署检察长毛友真主持 法务部长蔡清祥特地亲自出席 见证这历史上的一刻 也象征金马地区司法更往前迈进一步 启用典礼的现场 有来自各界的贵宾 还有该属员工将近80人参加 场面非常的盛大 我们本署前身是福建高等法院 厦门分院检察处 那我们经过四处的更名 六度的搬迁 那我们最后我们终于才有 建议一个完整的家 那我们是在民工82年的时候 由黄克松前任内依照立法院的司法委会的决议 要求我们会签回金门 那但是台北办事出来是留着 那我想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 刚好满了30年 所以孔子说30而立 那我们刚好这个有30 满了30岁 这里有了自己的家 也符合这个 这个孔子说30而立的精神 回到金门就像回到我自己的娘家一样 因为我在25年前我也曾经在金门服务过 担任地检署的检察长 当时就看到我们金门高文检 是借用地检署四楼的办公室 真的很辛苦 刚刚我们毛甲长还有我们检报 都说明了我们金门高文检的一个历史 它的过程也搬迁很多的地方 那今天终于在这个地方 能够落脚 能够完成自己的一个检查办公室设 能够利用这个地方 能够建立自己的一个办公的场所 除了感谢各个历任的检察长的努力 也谢谢调查处来提供 听说这个地方是金门金城市的一个精华地方 所以能够在这个地方继续维持 来建设我们的办公室设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也期许我们金门高文检 毛甲长所有的同志要珍惜 今天有这么良好的办公环境 更应该要为我们的金门县相应服务 金门高分检署从民国40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72年 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处所 而随着金门占地政务的解除 司法业务回归正轨 业务量跟人员急剧的增加 经过法务部协助 一波法务部调查局福建省调查处的旧址 作为办公处所 而经过将近半年的整修 办公大楼终于完工 金门高分检署 鼎定又自由的办公厅社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了